三下之九日前来台宣传电影 魁威十二年再度来台 三下之九就趁着闲暇之雨 曙光石林夜市 从他晒出的照片中来看 三下之九身穿白色上衣和长裤 完全令伪装大方逛起街来 另外他也体验了射气球游戏 拿枪的帅机背影照 让人看了根本像是在拍电影一样 而其中一张照片可以看到 他赢了一支战利品 宝可梦角色卡比兽的娃娃 他也在天文处炫耀 休息空档获得了宝可梦 罕见展现可爱的一面 照片一出许多台湾粉丝纷纷直呼 没遇到他太可惜了 纷纷希望他下次再来台湾啊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